这个泥有一个特别怀旧的味道 就像小时候那个文具店里面的某种香香的味道 这个泥真的好神奇 怎么起都起不大 完美地呼应了它的名字钻石之夜 这大概就是钻石的性质 永恒不变 今天烟花过境 气氛比较伤感 一直在稀稀利利的下雨 于是我找了一些爱情语录给大家朗诵一下 我可以淋雨去见你 但怕你撑伞去见别人 哦 你下雨天来也不知道说一声还不带伞 我怎么找你来 聊天记录我不敢删 上面有你爱我的样子 嗯 对 牛逼 然后拿着个聊天记录 跟自己的现任女朋友男朋友读一读 真棒 我把委屈讲给了老天爷听 他替我哭了好久 拜托 老天爷是被台风惹哭了 不是因为你 你好自恋哦 原来那个人的心不是五不热 是我五不热 你真是语言大师 五不热的是上冻了 需要微波炉先解冻一下 才能加热继续食用 我根本抵抢不了深夜里突如其来的想念 要么早点睡 要么就断网 要么就找个电子厂上班吧 有些人就算看清了也朝阳放过 中途下车的人很多 你也不必耿耿于怀 空头来了能不下车吗 车到站点了能不下车吗 一天到晚整着这些绞成雨露 祸害小姑娘们 最后这个你真的给我整无奈了 我加了甘油它还是起不大 我真的真的是钻石 一颗恒久远永远都不变 回到初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